南方小土豆爱吃的 潮汕牛肉火锅 怎么设计整店布局 可以学习这家店 每张桌子都带有无烟进化功能 可以吸收火锅产生的油烟 保持餐厅空气清新 健康卫生 顾客用餐体验也会更好 用餐区按餐位人数布置 客量多的四人位在中间 客量少的两人位和六人位在两侧 用餐区对面是民党厨房 这是现在餐饮行业的主流趋势 切肉装盘 一目了然 初餐透明化增加性炼度 2.1米自助调料台 顾客落座后 就会来到这里调配蘸料 它的外观是玫瑰金加马来西亚 木纹彩缸 按照火锅店 现代简约的装修风格定制设计 料台一共有20种调料 风冷无霜保鲜 大理石台面两侧开凹槽 放置香油陈醋等瓶罐 中间的位置放酱油桶 也可以纸巾 牙签等物品 下方高温臭养消毒柜 内置上千个碗碟 旁边是风冷冰箱 备用的调料可以放在里面冷藏 温度通过智能屏调节设定 其他温区的温度 也能够单独设定 如果你也想开潮汕牛肉火锅店 前厅可以参考设计